按理说,兄弟姐妹是除了父母和儿女之外最亲近的人,就算是爆发了一些矛盾,也应该在外面团结起来,把事情关起门来解决,而不是闹到不可开交的地步,父母健在的时候还好,有了摩擦也能够在老人家的调节下化干戈为玉帛,可一旦父母都走后,兄弟姐妹之间若是产生了恩怨,就特别难以化解。 最后甚至形成了一种仇恨,让外界的人看笑话,说实话,兄弟姐妹之间存在隔阂与矛盾很正常,可如果因为这些,就选择断交,从此不再来往了,属实是一个错误的决定。 尤其是父母已经离开以后,断交会导致整个家庭的落败,所以很多老人也曾告诫兄弟姐妹断交的家庭,往往会出现这五种情况,推脱责任。 许多情况下,当父母离世后,兄弟姐妹之间可能出现反目成仇的情况,除了遗产分配的原因,这也可能是因为兄弟姐妹之间失去了彼此真心的互助。 只剩下了自私和狭隘的心态,有些兄弟姐妹不愿意处理父母过世后的责任,也不愿意承担整个家庭的重任,他们只会把责任推给其他人,随着时间的推移。 他人对此感到怨恨,双方的关系逐渐疏远,每个家庭成员都应该承担自己的责任,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尽力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,这样才能使整个家庭有需运转,维持彼此间的和谐。 对于那些无法承担家庭责任的人,他们通常也不具备在社会上担负起应尽的义务的能力,他们不仅缺乏亲情的重视,更缺乏处理事情的能力,既然他们只关注自己的轻松和享乐,作为兄弟姐妹,我们并不需要留情,我们应该专注于履行自己的责任,拒绝被他们道德上的绑架。 在看清对方的真实面貌后,及时断绝关系,以便过上安宁的生活,沟通变少,俗话说,人有的时候就是鬼,远亲不如近邻。 在某些时候,人与人之间的距离,并不因为血缘关系而紧密,反而因为生活轨迹的不同而疏远,兄弟姐妹之间,如果长时间没有联系,就会感觉彼此陌生,甚至像陌生人一样, 在我们的生活中,常常有这样的例子,有的兄弟姐妹,因为父母离世,或者其他原因,被迫生活在一起,长时间的共同生活,并没有让他们的感情更深厚。 反而出现了更多的矛盾,这时,兄弟姐妹之间的沟通,就会变得很少,甚至几乎没有。 这样的情况令人惋惜,但也提醒我们,亲情是需要维系的,只有通过持续的沟通,理解和互相支持, 我们才能让兄弟姐妹之间的亲情,不因为时间和距离的拉远而淡化,让我们用更多的关心和爱护,去滋养这份特殊的亲情,让他在人生的旅程中始终陪伴着我们。 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,勾心斗角,兄弟姐妹之间,本应该互相支持,但很多人从一开始,就陷入了勾心斗角的状态, 他们在童年时期,争夺父母的宠爱,在成长过程中,争夺家庭资源,即使在外人面前,他们总是展现出敌对的姿态,让原本应该是最亲密的人变成相互仇视的敌人。 一旦兄弟姐妹的关系走到这一步,就注定会破裂,无论我们如何讨好,他们已经将我们视为竞争对手,只考虑如何毁掉我们,而不顾及彼此之间的情感。 一旦我们看清对方的虚伪,就不应再真心附和,有时候,最深的伤害来自于亲人,在人际关系中,我们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,否则亲情之刃终将给我们带来创伤。 因此,我们要学会设定健康的界限,保护自己的利益和情感安全,即使伤害来自亲人,我们也不能让自己受到更多伤害,与其固守在一个病态的关系中,不如选择放下,并朝向更加健康的生活,相互疏远。 有句古话说,君子之交淡如水,这说明,真正的友情,并不需要过多的热情和亲密,当兄弟姐妹之间的缘分尽了的时候,他们之间的感情也会逐渐疏远,不再像以前一样亲密无间,而是开始有了隔阂和猜疑, 他们可能会在特定的场合相遇,比如父母的生日,家庭的聚会等,但这些交往都只是表面的形式,缺乏真正的情感交流,在这种情况下,兄弟姐妹之间的交往会变得表面化,形式化。 这种虚假的交往,不仅不能增进彼此的感情,反而会加剧彼此的疏离感,此时,我们需要采取行动,以维护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,避免走向彻底的分道扬镳,互相攀比,有句古话说,物以类聚,人以群分。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往往是因维相式的背景,兴趣和价值观而聚集在一起,当兄弟姐妹之间的缘分进了的时候,他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也会发生变化, 这时,他们之间可能会出现互相攀比的现象,这种现象可能表现为,兄弟姐妹之间会互相比较各自的事业,家庭,子女等方面, 如果一方比另一方更成功,就会产生优越感和骄傲感,如果一方比另一方更落魄,就会产生自卑感和嫉妒心,这些攀比心理,不仅会让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,也会让彼此的生活变得更加疲惫。 为中期天年,而中道之妖于府今,此才之幻也,父母过世前,太能干的人,往往伤得最深,在宋国,秋树,柏树,桑树都长得很茂盛,树有几尺高,就有人砍下了,做木桩,树干有三四围那么粗,就被当成建房的栋梁,树干有七八围那么粗,就变成棺材板了。 庄子感慨,这些树,不能尽效天年,随时可能夭折,这是因为树太有用了,引来了祸患。 一片山头,有很多的树,为什么有用的树,反而一次次受伤呢,没用的树,却能够逍遥,树,就像兄弟姐妹一样,谁最能干,谁就多干,谁有钱,谁就得多管父母, 似乎这一切是天经地义的,能干的人,一开始也会想,兄弟姐妹都难,能帮一点是一点,父母老了,能多孝顺,就多孝顺,可是后来发现,你越能干,大家越欺负你,比方说,父母生病了,你承担了医药费。 也没有和大家平摊,接着,父母第二次生病,大家认为,还是你掏钱,因为你随时可以掏出来啊,更可怕的是,父母很偏心,反复向你要钱, 然后一转手,钱就给了那个没用的败家子,一母生九子,连母十个样,兄弟姐妹参差不齐,有人能干,有人没用,还有人败家,当能干的人,一次次帮助打架,却没有得到任何的回报,自然就心寒了。 孝顺父母是天经地义的,但是帮助兄弟姐妹不是,因而,把父母管到老,之后就不再去理会兄弟姐妹了,有用的人。 总要独自远行,不再被没用的人拖累,安时而处顺,哀悦不能入野。 古者为师弟之玄解,父母过世时,兄弟姐妹会难过,也觉得是一种解脱,老子过世的时候,很多人来悼念,有一个叫琴师的人,在灵堂哭了三声,就离开了,行为显得有些另类。 他说,哭泣过于,悲伤是违背生命自然的。 该来的人会来,该走的人会走,人都有喜怒哀乐。 古人把这些称为天然的解脱。 是的,生老病死是不能抗拒的,每个人的一生都要经历,如果我们过于悲伤。 就是沉浸在过去的痛苦之中,不能自拔,违背了天意啊,能够看透生命的人,就会发现,父母过世了,是生命消亡,但也是病痛消亡。 有的老人,在过世之前,躺在床上七八年,走不动,说不清,昏昏沉沉,不知是睡着了,还是醒着。 有的老人,完全不能动他,任由别人搬来搬去,就像木偶一样。 也没有了知觉,有的老人,生病了,并且非常痛苦,头脑还是清醒的,子女在身边照顾,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,还有一些老人,病痛多年,儿女在照顾的过程中,也疲惫不堪,时间长了。 儿女也病倒了,老人过世,其实是从痛苦中解脱了,兄弟姐妹看到这一点,内心就释怀了,另一方面,一些家庭,在老人病痛的过程中,因为照顾的问题,闹得不可开交,谁都不希望父母连累自己,吵吵闹闹闹多年,掏钱,出力,都是难过的,父母走了,兄弟姐妹终于不再因为如何照顾, 而吵架,因此,自己觉得是一种解脱,怨恨大家停到了极致,看到父母痛苦到了极致,以后家庭散了,兄弟姐妹的内心,有那么一丝欣慰,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,若是强留,也就是大家在一起,品尝残羹盛汤,反而添加了几分怨气,太多的人,只是陪你走一段路, 不会陪你到永远,过了这段路,你会遇到新的人,也会去新的地方,不是所有的血脉之情,都能撑过几代人,不是老了,还要被亲情纠缠不清,不是一直生活的回忆里,不必翻旧账,最好的余生,不过是担心好事,不负不欠。